12月18号将举行四项的公投案 台中市议会市政总质询的第一天 蓝绿市议员都很关心的 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会怎么投 而卢秀燕是秀出了当年立法院的公报记载 卢秀燕支持反美牛公投签署 就是强调反对莱猪还有美牛 说自己守护食安是始终如一 台中市议会市政总质询第一天 蓝绿市议员很关心 12月18号即将进行的四项公投案 不管同意或不同意 各政党各自表述 而议员们更想知道 台中市长卢秀燕会怎么投 当时也是对我们启明这个莱猪 有很大的担当 反对莱猪进到台中市的校园里面 所以我想请教我们市长 对于我们这次的莱猪公投 市长的看法是怎样 立委的时候 我刚才先调出来 我在当立委的时候的言论 上面报道也是立法院的公报 这是立法院委员动态 卢秀燕支持反美牛 美牛公投第一个签署的执政党委员 市长卢秀燕在伊士堂秀出 当年他在立法院时公报记载 支持反美牛的公投签署 是党内第一位跟现在反乃猪态度一样 守护食安始终如一 并强调民众的健康不能妥协 也不能作为商业利益交换 市议员关心的还有能源议题 三阶与核四要如何选择 卢秀燕驳斥斥 不要恐吓台中市民 三阶核四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你到底敢敢回答 你主张破坏藻礁换电力 我反对 我不是回答 我不是破坏藻礁换电力 你主张破坏藻礁换电力 这就是你破坏藻礁换电力 同时能够减煤减难减空污 绿营议员要求市长卢秀燕明确表态 拿看板到官员席 卢秀燕再次强调 自己的决心 对于守护食安 对于守护人民健康 对于守护环保生态 市长 大家只想知道同意或不同意 因为我们也想 卢秀燕重申四大公投议题中 只要是守护食安 人民健康 对环境生态有帮助的主张 都会支持